湄公河血案已过13年 穷凶极恶如金三角毒贩 如今也再不敢杀中国人 蓝沧江 湄公河水系沟连六国 更是流经毒贩武装盘踞的金三角地区 一度是险象还生血雨腥风的死亡水道 2011年 湄公河水域更是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惊天血案 13名中国公民被残忍杀害 但如今13年过去 已经没有毒贩敢于杀害中国人 当年的惨案到底真相如何 又是如何被侦破的 为什么说如今金三角地区的毒贩 已经不敢杀害中国人了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蓝沧江从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破土而出 向着东南方向奔腾而去 宠破横断山脉的阻隔流入缅甸后 它的名字变成了湄公河 继续在中南半岛上奔腾着 中南半岛五国无不享受着湄公河的福泽 2001年 中泰缅窝实现自由通航后 800多公里的航道上轮船往来飞驰 满载着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但是可别忘了 这条水道可是流经了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地区 那里盘踞着大量的贩毒武装 他们穷凶极恶 各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随着自由通航的实施 当地的许多人民纷纷脱离毒品经济 投入到正规生意中 这无疑是断了当地贩毒集团的财路 随之而来的 就是贩毒武装的报复 拦截船只收保护费 抢劫过往商船 绑架杀害船员 此类贩毒武装的杰作层出不穷 而由于金三角地区势力错综复杂 尽管金三角各国政府都对此深恶痛绝 但一时也难以斩草除根 然而 2011年的10月5日 在湄公河流域 却发生了一件令中外各国为之震惊的事 当天早上九十许 玉星八号等两艘上船 正在湄公河流域航行 却有两艘武装快艇横空拦路 七八名武装分子劫持船只 而后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同道航行的滑行六号 因为距离较远 未被武装分子拦截 但却目睹了全程 中午12点左右 紧急广播频道里 突然传来玉星八号船长的声音 我在吊车码头 马上叫救护车 马上报警 有人受伤 短短几秒钟 广播里的声音就消失了 谁也不知道 吊车码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下午十四时 玉星八号所属的船舶公司 接到一则晴天霹雳般的电话 泰国警方消息称 玉星八号和华平号商船 停靠在吊车码头 船上有一具 已经难以辨认身份的尸体 尸体旁还放着枪支 除此之外 船上的船员已经不知所踪 整个船舱布满血迹 现场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更重要的是 泰国警方宣称 从两艘船中搜出了不下于90万例的毒品 玉星八号所属的公司 当然知道自己名下的商船 绝不会去干贩毒的购当 这其中定然另有隐情 但苦于一时没有证据 也不好多做争辩 然而 事情自此还远远没有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场令人发指的血案浮出水面 10月7日 泰国青盛码头飘来两具尸体 经警方证实 死者的身份为华平号船长黄勇 以及玉星八号船长杨德义的儿子 二人的死状极其惨烈 均被手铐铐住 双手反背在身后 眼睛和嘴巴被胶带缠住 子弹从背后穿透了二人的身体 胸腹 头部中枪 实打实的致命伤 10月8日 泰国警方又从湄公河流域中 先后打捞起九具尸体 他们和黄勇二人的死状如出一辙 均被胶带 手铐束缚行动 从背后开枪处决 10月10日 泰国警方召开发布会 宣布在湄公河遇袭的两艘商船中 13名中国公民全部遇害 泰国媒体初步判断 这是泰国警方在查处毒品时 击毙了贩毒分子 消息已经报道 局势震惊 国内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是合理合法的击毒行动 怎么会反绑双手处决 泰国媒体的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调查事件真相 国务院立即成立由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挂帅的专案组 并立即派出了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奔赴泰国 展开联合调查 然而随着调查 真相逐步展现 却愈发让人毛骨悚然 到底是谁 在湄公河流域犯下了这样的滔天罪行呢 2011年 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流域被残忍杀害 中国立即展开调查 13名中国商船的船员被残忍杀害 死前军被手铐 交代束缚行动 被歹徒从背后开枪处决 死状极其惨烈 泰国媒体却宣称 这是被警方击毙的中国贩毒分子 这显然是站不住脚跟的 为了查明真相 中国专案组奔赴泰国 展开联合调查 到底是谁 如此残忍地杀害了这13名中国船员呢 眼见中国政府出动了 由公安部部长挂帅的高级别专案组 为了尽快结案 泰国政府匆忙表示 此事是泰国军方的失误 愿意交出9名泰国军人接受中方调查 泰国军方和政府向来是互相看不顺眼 历史上互相之间的争端也拖多 面对泰国政府的甩锅行为 泰国军方直接宣布 此事并非泰国军方所为 接着泰国又指认 瓦邦民族武装瓦邦联合军 是炮制此次事件的幕后黑手 可深正不怕影子歪的瓦邦武装 却表示随时欢迎各界进入瓦邦调查 泰国政府自知理亏 也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 万般无奈之下 我国只好亲力亲为 派出大量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经过取证和分析 警方初步断定 这是一起金三角贩毒武装组织的 有预谋的报复袭击 可金三角范围这么大 各方势力错综复杂 大小头目星罗密布 要想在其中找到凶手 无异于大海捞针 但是中国警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追查 无数干警夜以继日的奋战在工作岗位上 有的人错过了妻子生产 有的人错过了亲人离世 都只为了环食三名中国公民 一个朝朝天理 经过细致的摸牌和线索整理 中国警方大胆猜测 盘踞在湄公河孟喜岛的 诺康贩毒武装 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两艘商船上的毒品和枪支 并没有中国船员的指纹 很显然是诺康武装用来栽赃陷害的手段 接下来的一件事 更是几乎证实了我国警方的猜想 经过线人提供的情报 我国警方顺利抓捕了诺康集团中负责运毒的小头 沐颜项仔在突击审讯后 警方得知了一条重要线索 根据沐颜项仔的供述 在10月5号的血案发生前几天 他曾亲耳听到诺康向自己的顶头上死 集团三号人物一来说什么 抢几条中国船 把人全杀了之类的话 同时 瓦邦那边也传出来消息 由于此事涉及瓦邦 他们也进行了调查 并有目击者宣称 泰国军人曾经登上商船 并把中国船员的尸体推下河中 不管这个目击者的消息是真是假 此事都引起了 湄公和刘玉各国的重视 中国立即派出谈判组 赴泰国开展谈判 表示这个案件的国际影响十分恶劣 必须要尽快侦破 很快 中缅老太四国成立联合专案组 湄公和血案的调查 取得了飞速进展 2011年11月13日 在四国警方的通力合作下 诺康集团三号人物一来 在出行途中被警方抓捕归案 被抓的那一刻 一来还不相信中国警方的办案力度 如此之大 经过审讯 一来供认 10月5号湄公和血案 的确系诺康集团所为 并且是诺康亲自策划的 他向一来交代 劫持中国商船后 放入毒品和枪支 杀光中国船员 而诺康之所以把目标明确定为 中国商船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商船 坚决不向诺康集团交保护费 而且 几个月前 泰国警方正用中国商船 埋伏诺康集团 打死打伤他的集团骨干 让他咽不下这口气 还有一个原因 中国商人赵伟开办的金木棉公司 在金三角地带 开设赌场 酒店 经营轮船 不少人转头赵伟门下 这严重阻挡了诺康财路 让他产生了 报复中国人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 自从中国政府 在边境地区 推广替代种植政策以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种 应速 转而种植 其他经济作物 这对于依赖毒品起家的诺康来说 无异于釜底抽薪 也让他对中国人恨之入骨 而放在中国商船上的毒品和枪支 一来是为了制造贩毒武装火兵的假象 二来则是为了给泰国军方邀功 让他们的得以破获 这起贩毒大案 从而获取军方对诺康的支持 听完一来的供述 在场的办案人员 无不毛骨悚然的同时 也纷纷对诺康的行径咬牙切齿 发誓一定要将诺康集团一网打尽 诺康到底是什么来头 敢于如此嚣张地犯下滔天大罪呢 穷凶极恶的诺康集团 为了报复中国人 竟然在湄公河 残忍杀害13名中国船员 2011年11月13日 随着三号人物一来的落网 湄公河血案的真相浮出水面 一切都是诺康贩毒武装 为了报复中国人而采取的血腥行动 这个诺康到底是什么来头 为何如此嚣张 警方为了抓捕 他又经历了哪些波折 金三角的毒贩 在此事之后有没有收敛呢 和一般人印象中 满脸横肉 凶神恶煞的毒枭不同 诺康长了一副书生脸 白白净净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可在这张面具下 却是吃人不涂骨头的恶魔 诺康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了金三角毒王昆沙 1996年 昆沙集团垮台后 诺康已经小有名气 他收编了大量昆沙集团的残余人员 发展成为一支 拥有400多人的贩毒武装 诺康集团长期盘踞在孟西岛水域 其集团配备有手枪 AK-47 制弹筒 机枪 甚至火箭筒 火力极其凶猛 他们长期从事制度贩毒 抢劫商旅 绑架勒索等非法勾当 这些非法勾当 为诺康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狡猾的诺康 就用这些金钱俯视当地政府 获得了民兵团司令的合法身份 也让当地政府对诺康的行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除此之外 诺康还收养了大量义子 包养了40多名情妇 还拿出钱财 发放给大本营附近的村民 这使得每当警方有所行动时 这些人都会给他通风报信 从而使其从容脱身 一次次的抓捕行动 不是内鬼告密走漏了风声 就是行动时被村民百般阻挠 面对如此棘手的对手 缅甸以及老挝警方都束手无策 就在案情进入僵局时 中国警方提出了一条妙计 那就是不以抓捕为目的 而是一遍又一遍的 清剿诺康出现的区域 同时抓捕诺康集团的核心人物 不断压缩诺康的生存空间 迫使他四处逃窜露出马脚 这招果然起到了奇效 在警方的大力清剿下 诺康集团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诺康四处仓皇逃窜 2012年4月20日 诺康集团二号人物桑康被抓捕归案 诺康集团的灭亡彻底进入倒计时 25日 警方接到献报 已如惊弓之鸟的诺康计划 从缅甸深山中逃亡老挝 警方立即行动 在各处必经之路都部署了大量警力 只等其自投裸网 当天深夜 当诺康和他的两名手下 在老挝孟墨港附近刚一下船 立刻就被早已部署在此的老挝警方实时抓捕 湄公和血案主犯终于落网 可笑的是 诺康在中国受审时 还以为这里还是金三角 表示自己可以用600万摆平此事 还说自己认罪态度诚恳 行凶只是一时冲动 只求中国政府放自己一马 确实 在金三角那个三不管地带 也许金钱可以摆平一切 但这里是中国 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 是绝不会容许诺康这样的恶魔 逃脱法律制裁的 眼见金钱的魔力失效 诺康开始耍起了无赖 在审讯过程中经常装风卖傻 甚至装死 但随着他的手下不断落网 湄公和血案的证据链不断完善 等待诺康的终究是一声正义的枪响 诺康的被捕和被执行死刑 给了金三角地区的贩毒武装极大震慑 在中国政府的督促和参与下 盘踞金三角二十多年的贩毒武装 仅仅半年就被彻底肃清 更何况其他远远不如诺康集团的势力 首先这是中国首次 在境外执行联合执法行动 中国警察办案的决心和魄力 给世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警察铁腕般的办案手段面前 一切罪恶都将无所遁形 湄公和血案发生后不久 中老缅太四国就成立了联合巡逻执法小组 在该水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逻 过去四国都不管的湄公和金三角 如今变成了四国共管的黄金水道 再也不是法外之地 中国警方在湄公和血案中的侦破 以及后来成立的联合巡逻执法小组 都是在向湄公和流域各国传递一个决心 中国有决心也有实力保护每一个中国公民 时至今日 湄公和血案已经过去了将近13年 金三角依旧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毒品王国 湄公和也偶尔会传来枪声 但无论是金三角的毒贩还是湄公和的劫匪 他们都达成了一个共识 中国人惹不得